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简单了 看过比赛的球迷都会清楚的记得 比赛第四局 阿依查拉鹏 为了防守美国队的扣球 高高跃起进行篮网 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 剧慢镜头回放显示 阿依查拉鹏落地瞬间挽到了脚踝 当时的阿依查拉鹏已经无法自行站立 所以队友只能将他架起来排出赛场 要知道这已经是泰国女排本次赛事商退的第二名大将了 场边的泰国主帅一脸焦急却又无可奈何 而阿依查拉鹏在被抬出场外后 也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虽然泰国女排已经获得了出现资格 但他们接下来的对手将是实力强劲的中国女排 缺少了阿依查拉鹏的泰国女排很有可能止步第二轮 此一过后 C组的排名再次发生变动 美国赢下一场升至第二 俄罗斯排名C组第一 而泰国则排在第三位 本届女排是锦赛 中国女排依旧是实力最强的亚洲球队 而日本和泰国也紧随其后 不过考虑到泰国女排已经连损两员大将 他们又遗憾败给美国女排 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低势气急 有可能受到打击 这对中国女排的晋级录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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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